你能想象有望成为亚洲经济新星的印度,竟然存在不为人导的艰刑吗? 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,在一对出生在建民阶级的姐妹,因为自己的哥哥和当地一个贵族妇女资奔,被当地长老会议处以艰刑,就因为不能和贵族来往,兄长的爱情连累了妹妹,觉得不可思议吗? 大家想象一下,如果走在路上,外出上厕所或者坐公交车,居然都要担心自己受到性侵害,据相关的统计数据,印度每22分钟就发生一起强奸案,从1971年到2012年,印度国内强奸案的数量增长了8.7倍,印度首都新德里,更是被称为强奸之都,为什么强奸事件在印度会频繁的发生? 至于印度国内的法律,社会态度以及人口结构与分布都是不无关系的,想知道为什么? 除了负权至上的社会结构,事实上造成那么多性侵的案件,如此猖獗的原因错综复杂 在纸宝不言的背景下,印度社会对强奸犯的容忍,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有很多印度人认为,强奸只是个人的耻辱问题,不涉及犯罪 即使强奸犯被判入狱,出狱后也不会承受太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 很容易再找到工作 相比之下,受害者是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对强奸事件,人们会习惯性地偏向施暴者,反而对受害妇女的道德意识,着装打扮等吹毛求辞 还有一种就是种性制度,在印度传统的,社会思维中根深蒂固的种性制度 印度的种性制度将人划分为四个阶级,由高到低分别为,婆罗门、差地利、备设、守陀罗、阶级是实习的 不同种性的人依照传统不能通婚,否则会被逐出阶级之外,也都只能做特定的工作 比如最高层的婆罗门,只能做技师和老师 不能和差地利阶级的国王和武师结婚 被设和守陀罗分配的工作,分别是农沟商业和工人 但是还有一种人被排除在外,那就是达利人 达利人被其他阶级,本人认为没有存在价值,是不可触碰的人 还有人称他们为建民 印度种性制度分级图,达利人只能从事最低级的工作 他们在各方面都遭到不平等的对待 在越来越多的性侵案中,又高达九成的受害者,都是达利族女性 他们处于社会阶级的底层,也是负权社会之下的弱势 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成为印度女性的恐惧面纱 大家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欢迎赞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